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帶大家來看T座 看之前我確認一件事情 是不是少一個人 少兩個 還有我這邊 堂哥咧 嗨堂哥 所以現在不來拍攝出個代表的東西就可以了 例如說照片嗎 兩個人拿 太奇怪了 好了不要亂了 我們回歸正傳 T座有什麼好看的 這個不是一般的T座 這個目前可是說全台唯一 全台唯一 廢話少說 請算看看 這裡就是由我們的 Perfect Swing USA Swing Path Trainer 第三代 等一下 再說一次 從哪裡 從P開始 Perfect Swing USA Swing Path Trainer 有一樣 不是亂掰的 廢話 等一下我聽得懂第一句 perfect 怎樣 Swing 這就是完美的回擊的意思對不對 沒錯 小馬的英文其實目前已經晉升到高中的程度了 屁啦 我有唸書吧 這哪是T座啊 雖然我知道它長得像浮板、插機、燙衣板、盾牌 但它就是個T座 是不是充滿疑惑 那這要怎麼用 先別急著這要怎麼用 先教教你這個打擊座特別之處在哪裡 我會醒啊 廢話 這一款打擊座的特別之處呢 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的擊球使用者 固定揮棒軌跡、導正揮棒軌跡、準確擊球 重點是它標榜打不壞 打不壞 真的假的啊 等一下 先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打擊座的本體跟配件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T座的本體 它的本體呢是可以立起來的 像一個 你知道隨便你們想怎麼告訴它是什麼 這個動作是 補板的意思 OK 是我握錯了 是你有懈念幫我的事 下流 好啦快點 這配件是幹嘛的啊 這邊有三個配件 第一個配件就是我們的回力鏢 這是可以丟出去它回來的那種 它不叫回力鏢吧 它長得像回力鏢而已吧 它主要是插在 你要幹嘛 不是的啊 這是潛水的呼吸管 真的哏 上次用過了 這個就是好像插在這邊 可以控制我們揮棒的軌跡 記得是短邊插在這 另外的話我們會有一個 可以練打的小球 這個可以打 你乃哥是不是啊 唉呦 休息 這是可以打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球座的球架 我們待會就先用練打的小球試看看 這是這樣放球的 OK我們就把它立起來 把它放下去 為什麼要轉 因為它下面其實有個很好玩的地方 它是沒有任何螺絲的 但它這個軟的設計的功能 你把它轉中間它就可以卡住 卡住 卡住這樣 對它就卡住了 OK 這樣一個打擊踢座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來試試看吧 OK 它下面有一個腳架 它是可以打開收起來的 我們就讓它的中心點對準我們的本雷板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看怎麼去揮棒 去算這個板子 有沒有對你的揮棒軌跡是正確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把球棒拿起來 然後靠 以我們的腰線為準 腰線你有腰嗎 看到了看到 腰線為準 然後假設我們今天要打這樣的高度 那我們就是跟它平行就好了 怎麼去量我們揮棒 到底要怎麼去打才是準確的話 我們就以球棒頂著肚子的部分 然後用這邊去測我們的位置 所以你可能要再往後推一點 OK 好接下來就可以開始揮擊了 我們看到它新的場 這是一個完美的揮擊 Perfect Swing 等一下等一下 雖然標榜打不壞 還是會留痕跡的嗎 這個東西就是 當你揮棒如果不夠水平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打到 你可能揮棒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樣就沒事 不用怕 然後還有你的揮棒軌跡如果不夠水平的話 你很容易打到板子 但是如果你的揮棒是水平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就是它的用意所在 等一下我有問題 你這樣一碰它就傾斜 它有固定的嗎 肯定有吧 它有啦 因為我們剛剛在測試 我們沒有把它鎖緊 固定的在這邊 等我一下喔 OK 試試看這樣夠緊嗎 客觀可以 其他這些地方都是可以鎖起來 然後剛剛少講一個 我們其實可以設定 我們要打內外 這都可以做移動的 想要盡量打一個超外角 我們來測量一下球棒 看一下位置 來演示一下 這樣子 對差不多 OK 好 好 就是這樣的揮起方式 那你們都不用試喔 你跟堂哥試就好了 你們兩個已經融為一體了 辛苦了 光打這個是不是有點無趣呢 對啊 因為看不到球飛行的角度跟距離 不如我們就 來吧 不是 小禮哥你這樣拿著啦 我們在哪裡打這樣 LEGO 不錯喔 會打內 你們在打的時候啊 你們可以選擇你們喜歡的軌跡 譬如說你就很想要練那個水平回棒 就可以把它水平一點 你可以去做這樣的練習 但如果你的揮棒軌跡是 這樣子 然後你想要去固定的話 就可以把你的角度 調外一點點 讚喔 來比欸 來比 好難打喔 你要揍手 欸 真的不一樣 不要特別說吧 當然除了外型 這個很明顯 然後你都可以別講 對不對 來借我一下 傳統踢座呢 它只是一根柱子這樣子而已 它可以容納各式各樣的角度 你要這樣子打也可以 你要這樣子打也可以 它一定打得到球 但是這一個不一樣了 你如果揮棒的水平不夠直線 很容易會去打到障礙物 對 所以不夠子真的會打到 其實很多人都要踢座的用意 對 很多人都以為踢座就只是打爽而已 其實踢座就是要固定你的打擊姿勢 跟你的揮棒軌跡 對 踢座真正的用意 它就是要你一直去打同一個點 你在這個情況下 你都能夠維持你好你的機制之後 你才能去打拋球或者是BUTIN 那這就是進階版的踢座 所以通常踢座訓練的階段來講 算蠻早期的階段 一般會給初學者做使用 其實一般春訓秋訓他們 一開始也是都打這個 連職業都還在打踢座 你怎麼能不愛踢座 我們來講講就是剛剛打擊的體驗好了 我先講我的 好 其實在揮的時候我覺得 雖然好像都有擊中球 但是感覺都是悶悶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都是棒頭打到的關係 就是沒有那個阿大利的聲音 對就沒有像以前打傳統的就是 啪啪啪啪的感覺 沒錯就像剛剛講一樣 所以你比較推薦大家買傳統的 如果是用傳統會有這樣 那新的東西我覺得現在應該是我們 跟它還不熟 就是跟它熟一點 我們也可以打出跟傳統的一樣的聲音 換我講好了 我覺得它真的還蠻耐打的 真的 因為我剛剛應該急到不止一次啦 請看慢動作 丟臉事沒什麼好放的 我很抱歉 但是我必須講實在話 像剛剛起盤講的是 打出去的球 這樣我不是KeyFan嗎 為什麼把我本名講出來 我會講你榮紅嗎 不要亂 你都會搞 你幹你娘 陳姊姊不要用齁 我剛剛在擊球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以往我擊球的品質 對 我可能太過於局限 你比較束縛啦 對 我覺得我被他綁住了 對對對 然後他真的是要很準 球借我一下 然後我接這樣子有沒有 基本上我擊球 如果沒有擊到一個超級甜蜜的點的話 我的球就是會往下走 我就不會噴 然後如果我的揮棒軌跡不夠平整的話 很容易打到這邊 因為我會怕打到板子 所以我會打到球的上圓 但是如果我敢沿著這個平板揮的話 打到下圓 球就會噴了 這就是練習的地方了 綜合你們兩位 我們講一般衣服的動作好了 就是沒有經過 像家族或伯樂他們一直試試來打 那其實你們的動作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你們可能就是 比較有隨性 這個的用意就是 要讓你這樣夾 都靠著身體 你們沒有你們可能只有手就開了 對 然後變這樣 老毛病 然後你可能想說我要打好 還是會怕 然後所以就是 有點這麼快 太刻意了 就是你沒有辦法像他 對付他一樣那麼的輕鬆自在 其實剛經過這樣的討論之後 我覺得 這個我已經知道怎麼使用他了 唉唷 天然熟 混熟了是不是 普通熟啦 沒有到很熟 那接下來我會想要說 找一些好朋友來FIT 來使用他 然後提供心得給你們大家 做參考 看他打得怎麼樣 幫我提個東西 我覺得很酷 他這種塑膠板 應該是會很割人才對 他不會還蠻安全的 應該是塑鋼吧 有這個東西嗎 應該有啦 台塑台鋼 台塑鋼 要怎樣嗎 太習慣了 我覺得他們這個還蠻用心的 因為畢竟 有了啦 價格不肥 他有鞋鞋鞋鞋過啦 鞋鞋鞋鞋啦 對 謝謝你們好 小鳥姐好 我們下次見你們 Bye